舞台上 来自非洲的孩子 表演起中国功夫 驾勤就熟 好不像书 这群纳米比亚的孩子们 跨越一万公里的飞行距离 从非洲到亚洲 展开感恩之旅 谢谢这些 远在台湾的助养爸爸妈妈 让他们可以接受教育的洗礼 学习中文 为未来人生积极铺路 时间回到2023年8月 地点是纳米比亚学校 这些18岁以下的孩子 中文对他们来说 并不陌生 1992年 台湾的非政府组织来到这里 宗教本土化 是他们深耕非洲的初心 当他们发现 还有比传教更重要的是 因为教育不能等 孩子的成长也只有一次 北中西南方的纳米比亚 国土面积为台湾的23倍大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纳米比亚的人口数 约249万人 有28.7%的人口在贫穷线以下 每人日均收入不到14美元 约台币400块钱 一旦贫穷问题无法解决 下一代的教育 就有可能沦回牺牲品 由台湾人创办的非政府组织 在非洲包括纳米比亚的 六个国家办学教中文 在这里读书的院生 都必须常年住校 12岁的一届 在九年前离家求学 家庭日这天 一届在学校没见到清晨 我们带着和他同年龄的如松 一届的阿姨 一起回到奥西图的 平民库一带 这是他们在纳米比亚的家 我很开心看到奶奶 还有我的阿姨 现在我没有看到我的妈妈 我一点伤心 故乡的清晨 一年见一次面 除此之外 还有素未谋面 在台湾的助养人 一届和其他院生 也很想亲自到访 表达由衷感谢 Hello 你是谁 一届 你今天要表演什么 跳舞还有功夫 孩子们在后台保持最佳状态 要为完美演出 做最后准备 你们要戴上吗 我们要戴上吗 你介绍一下你的朋友好不好 你们等一下要表演什么 现在我们要表演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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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 他们也知道文字当中 遇含的意义 这个是一方 一界 我是一界 这个是愉悦 愉重 15号 那个是一教 15号 15号 一教 有教 五立的教 有教 五立的教 一一 一一 一德 得到望 中心合璧的歌唱舞蹈 透过肢体语言 诠释原创音乐剧 为台湾行留下美好祝福 带着梦想起飞 他们跨越海洋 成长的喜悦与希望 来自台湾的关怀 未来持续 传爱非洲 华世新闻李婉婷 卢松佑 专题报导 哈喽 我是李明锐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我们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